自来水哗啦啦的一直流下来 白花花的钞票也就这样跟着不断付出 让住户们很心痛 基隆市中山区复兴路265号一带 以及297项1号一带 估计有100多户住家 近半年来饱受自来水漏水水费暴增的困扰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接获德安里长谢明传反应后 特地邀请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特助 以及基隆市政府和自来水公司人员 和居民们一起到现场会刊寻求改善的方法 我们这边复兴路这边总共有117户 那其实现在有这半年都有经历到一些漏水的问题 尤其是水费的浪费还有水资源的浪费 造成他们的困扰 那今天藉由我们的谢明传理长 还有我们蔡适应立委服务处 我们御达这边 然后我们来共同来办理会刊 就是希望能把这一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那经过我们刚刚会刊的讨论之下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去想办法 来去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不要让水的资源一再一再的浪费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们未来我们会再去协调 是不是来去争取的经费 把我们的这边的蓄水池 或我们的送水的系统来去作为改善 然后让他们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水的问题 当然这部分其实牵扯的单位相当的复杂 所以我们后面还是要违请我们蔡适应立委这边 来去作为一个主轴单位 来去协助各单位的协调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解决掉 我们这边复兴入所有117户用水的问题 不要让他们再有水资源的浪费跟水费的增加 有住户表示近半年来发现水费暴增 才警觉到有漏水的问题 由于自来水从浙间公共抽水间和蓄水池的某个地方不断流出 如果要修复经费上则需要住户们自行处理 市议员张炳君则协调住户们先请专业厂商来找出漏水点止水 后续如果要改建这个老旧的抽水间以及蓄水池和管线 再请立委蔡适应邀请水公司一同协商 如何帮助居民们解决供水问题一劳永逸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